社会我嗨哥良心片子多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恐怖片疑似物 影片一开场 我们的女主小美眉和妹妹在车上遇到了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说因为自己捡到了一张车票 被一个黑鹰女子警告说自己离死不远了 小美眉只当她开玩笑呢 可转头就看到一个黑鹰女子一闪而过 小美眉也没多在意 没过多久就看到了一张关于小男孩的寻人启示 脸上还多了一块黑斑 小美眉依然没太在意 回到家小美眉偶然的发现当初的小男孩 捡到了那张车票从妹妹的包里掉了出来 小美眉拿起来的一瞬间 似乎看到了隧道里的女鬼和满身是血的婴儿 吓得她当下就是一颤 但是妹妹却不以为然的说 只是自己忘记了放在失误招领处而已 第二天 妹妹让小美眉陪自己去看望母亲 但小美眉却因为要去工作 所以让妹妹一个人去了 妹妹准备乘坐地铁的时候 突然看到了那个小男孩的身影 于是她就追了上去 画面一转 地铁值班时的龙套哥 黄眼看到了小美眉的妹妹 跑到地铁查看的时候却什么也没发现 但隧道中却弥漫着女子的尖叫声吓得龙套哥慌忙逃窜 而小美眉也在家里看到了妹妹的影子 她步步逼近埋怨小美眉为什么让她一个人去医院 突然小美眉从梦中惊醒 然后发现妹妹的脸上也出现了一块黑斑 难道妹妹也已经遭遇不测了吗 于是小美眉约了龙套哥展开调查 发现所有失踪的人都是因为捡到过一个名叫八重子的女人的车票 转场之后 小美眉和朋友阿花准备一起去地铁一探究竟 但临时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自己妈妈犯病了 于是阿花便一个人进去了 刚一进去就遇到了八重子 小美眉回来看到阿花的背包和手机时 心想阿花已经惨遭不幸了 整个人都快崩溃了 可此时阿花却在一个陌生的女子小小黑的家里醒了过来 小小黑让阿花别怕 她也是受害者 而小美眉正打算着深入调查八重子的时候 又接到了阿花的电话 说自己没事 让她不要担心 小美眉这才松了一口气 于是小美眉决定一定要查清楚这件事 和小小黑两个人一起进入了隧道 很快就遇到了八重子 还发现了一个洞 为了找到妹妹 小美眉不顾死活的进入了洞里 映入眼帘的是堆积成山的尸体 以及躺在尸体上的妹妹 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 八重子再次出现了 而小小黑也及时出现在八重子的身后 抱着八重子滚到了石头上 然后八重子就这么消失了 小美眉上前查看 发现小小黑胸前的胎记 这才知道原来小小黑是八重子的孩子 最后小小黑笑了笑就离开了人世 然后小美眉带着妹妹赶紧跑 但八重子又出现了穷追不舍 最后在龙套哥的帮助下 几人开着地铁碾压了无数的鬼魂 成功的逃出了隧道 大家的生活都渐渐的恢复如初 而龙套哥为了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 于是他带着炸药炸毁了隧道 电影就结束了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点关注不迷路 跟着嗨哥上高速 我们下期再见 想看完整影片的朋友 公众号嗨哥讲电影 回复一失误就可以了哟 关注我嗨哥良心偏死多